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长乾坤 回事烟子无人闻 一阵黄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这出血终于落幕了 不是落幕 是畜幕刚刚拉开 说的也是啊 他们看到这么多的黄金 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 哼 其实这不是黄金 这是一扇门 门 一扇能够改变命运的门 如果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咱们今天这个局就没有白顺 紫云的病又反复了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童医生说了 她在给太太换新药用 这也是她自己坚持的 虽有很大的副作用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她的身体已经比以前强多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加大一点伎俩吧 加大伎俩 这样不行吧 会很危险的 总比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强吧 等等 让我来 姐 喝药了啊 来 喝 停 嚣一 医生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看看 怎么会这样 刚浪漫 你先别急 这药本来就是我副作用的 我现在给他打一支安定针 一会儿就好 赐云 姐 停止用新药 记住了 这位姑娘 有什么事 报告 杨司令集电 又要钱 我哪来那么多钱 吴副官 在 我们来到九江之后 该收的税 该收的税已经收了 可是还不够 看他们上厕所的收毛厕的税 吃饭的收饭税 住店的收 睡觉税 做梦税 可是 师长 这廖仲凯一直盯着我们呢 我们要这么做的话 他会抓我们小辫子的 那你说怎么办 把司令的手艺顶回去吗 对了 师长 这段时间 蚕丝交易比较火爆 作为一种特别附加税 蚕丝税以前在华东 江南一带是必收税 而且不需要上报 您看 对 就收蚕丝附加税 去 贴告示 收钱去 是 还收啊 还热不上人火啊 好困呀 还热不上人火啊 佛山那边已经出动了 你放心 广州商团这边 我会选择合适的人选 好 好 知道了 吴先生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 哎 九江的事确实触犯了商界的利益 哼 陈老板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如果商团不出面的话 那会危性扫地啊 呵呵 是不是你的那位堂兄 又准备派人去了 你觉得 谁去何事 你既然问我 那当然是高云飞去了 哎 是啊 以能力来说 他是无人可及啊 可是 这个人为人狡诈多变 我 只要他和孙中山拼个两败俱伤 哼 你们还担心高云飞会背叛你们 嗯 嗯 陈老板 哎呀 高老板 我可是等你等得心急如焚哪 我听说九江那边出了点事 是啊 九江商团和滇军的矛盾正在升级 九江商会和湘民联名致电广州商团总部 要求按照联防协议出兵增援 佛山那边已经派出援兵 我们广州这里 您的意思是让我们也行动起来 实在 有点说不出口啊 我唐兄啊 拳红再三 还是觉得你的队伍最有战斗力 不知道 你肯不肯啊 陈老板 恭敬不如从命 太好了 所有的武器由我们商会来出 而且是最精良的 那我先在这儿谢过你了 让他们收拾一下 我准备带大队出征 你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我觉得陈孝和分明是把我们当枪使 他这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把钥匙 怎么说 我们训练商团训练的再苦再累 也是默默无闻的 但是陈家这个戏台子 可以让我们扬名立万 而且九江这个码头天高皇帝远 我们的对手只有方施焕这个草包 正好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机会 哦 这么说来你是去演戏的 我还以为是个苦差事呢 那这样 我还不如留在家里数钱呢 你说呢 看你是本性难移啊 等矿上源源不断的金子送来 我们再把滇军掌握的银元和毒品渠道 弄个畅通无阻 到那时候你数钱数到手软都来不及 好啊 其实我等这一天啊等了很久了 不开玩笑啊 你去九江 我留在这里 把你所有的生意接过来 放心 会和以前一模一样的 好啊 但你呢也别忘了找方子慧 因为方子慧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我要拿她作为方氏换的命门 放心吧 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了 喂 干嘛这么奇怪的看着我 我以前挺讨厌你油箱花吊的 但我现在觉得倒也习惯了 有件事情你可别忘了 你要好好照顾你姐姐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两头为难的 再说有钱证 我干嘛不高兴 现在 上去看看紫芸吧 好 太太 那我先走了 佟 佟医生也在 高老板 你没有给太太再用乱七八糟的药吧 没有没有 我先告辞了 紫芸怎么样 我看你是好多了 我很高兴 我现在出去办点事 你好好休息 等我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比现在更好 建峰 如果你还认我是姐姐的话 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承诺吧 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事情 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就好 不过 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高兴飞 是很多疑的 只要我表现得越贪婪 越下践 她就越会放松对我的警惕 所以我会一直这样表演下去的 倒是你 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懂不懂 我知道 再说 她马上就要走了 我也没有机会了 别想那么多了 你呢 现在要好好治疗 不要着急 我觉得那个佟医生 她很可疑 虽然我不知道她的来路 但是我想 反正是高兴飞的敌人 多一个帮手总是好一点 我看未必 不过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千万不要轻拒勿动 好不好 我们争的 不是一朝一夕 我们争的 是要让高兴飞 身败明令 身败明令 好 岳白兄 你怎么也学起年轻人的时尚了 你真的嫌我老了吗 没有没有 快请进吧 好 好 你的鞋子脏了 姐 别绣了 歇会儿好吗 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 没有 你看 你这么不会照顾自己 你可以找个女孩子了 要不然 爹娘会不高兴的 是啊 爹娘会不高兴的 所以啊 傻小子 不要管姐姐了 找个媳妇 好好地成个家 去过你的好日子吧 姐 我的事情呢 你不用操心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你的身体 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 爹娘是会不高兴的 你说呢 只要你好起来啊 我就找媳妇 我就成婚好不好 商团到底是什么性质 他对革命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现在 革命军就要北伐了 我们能放心地 把广州交给商团吗 沈小姐真是忧国忧民啊 哦 对了 沈小姐 那个小茶壶 她最近来找过你吗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这个人是坑蒙拐骗 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没那么严重吧 请留步沈小姐 走 再见 戴妮姐 小茶壶 好久不见了 听说你 不要听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相信你 戴妮姐 嗯 其实我是想来跟你说 高音飞带着商团去了九江 嗯 她跟方施焕已经有勾搭了 所以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嗯 小茶壶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嗯 无所谓看错不看错了 最主要的是我相信你们 嗯 啊 对了 你跟那个吴月白很熟是不是 还好吧 怎么了 我不太喜欢这个人 阴阳怪气的 有问题 这样 谢谢你善意的提醒 走了 再见啊 嗯 再见 报告 这几个都是商团骨干 刚才还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 拉出去 通通闭了 等一下 玉兰堂高云飞 来拜见吴营长 高老板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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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老板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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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枪匹马 你单枪匹马 是来劝驾呀 哈哈哈哈 我可不是来劝驾的 我是来劝吴营长 离开九江的 高老板 来 请 请 吴公子 吴公子在这里助手 真是辛苦了 那有什么办法 这姓方他自己躲在军营想轻浮 去让我帮他擦屁股 高老板 干脆你假戏真做 直接冲到军营把他做了算了 那怎么可以呢 这个姓方他再是个草包 现在还有利用价值 不过这次倒是你的一个机会 你可以班师回广州了 能回广州当然好了 可就这么空手回去 又得要杨司令的骂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这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而这场冲突也正好是我们商团和杨司令需要的 至于你是不是空手回去 我早就被你准备好了 行 上下酒那一带是谁去的 是阿里 以前大少爷的跟班 钱或交易是他带人押阵 然后钱是由大少爷自己押来 不行 以后 由上下酒分堂的堂主去管辖 钱直接回到这里入账 嗯 既然我们今后的摊子要扑大 现金的回收一定要加快速度 不必要的手续全部取消 叮嘱他们做事情要小心 我们什么都不忌讳 我就担心孙中山的执法队 是 你怎么来了 如果我说我到这来请你跳舞 你相不相信 真不愧是小插糊 说话这么油腔滑调的 好了 不让圈子了 我想给你聊点事 这话题有利于你我 有兴趣吗 好啊 跟我来 余小姐 没想到沙龙还别有洞天呢 这只是图个方便罢了 哪比得上你们玉兰才大气粗啊 放着老屋不住 你们家老板还在外面金屋藏郊 好了我们不扯了 实话实说吧 高云飞走的时候 通知我理清所有的交易渠道 我想了半天 只有找余小姐你 才是最直接最方便的 我凭什么跟你们合作啊 凭什么 其实就是凭钱 余小姐你现在需要钱完成你的任务 但是需要钱 一定要有一个稳妥的合作伙伴吧 很巧 现在方市长站在我们这边 那是你们用了卑劣的手段 是 没错 但是余小姐应该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钱是万恶的根源 对不对 好了 说简单一点啊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 很简单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 不仅有利于我们 我相信这个利益对你会更大 那你现在是代表高云飞来跟我谈吗 错 现在高云飞已经不再是我的老板了 准确的说 准确的说 我是她的合作伙伴 是吗 钱 都是为了钱 这害人的东西 好 安安 你先下去 这就是高云飞的关系网 我想 你应该能够体会到我的用心 我不再跟你多解释什么 只是想提醒你一点 我们需要耐心 这是我在药箱里发现的 这个高云飞 说她聪明啊 但她居然重判清理 您不是要跟她合作吗 合作都是为了利益 她今天跟你合作 明天她也可以和你反目 您的意思是 我无法理解您的想法 对你而言 多一点选择 这不是一件坏事 嗯 但是这件事情 你绝对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我们就做官其变吧 另外 你要在高云飞和肖子云之间 挑拨离界 你要获得肖子云对你的信任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她的口中 多了解一些高云飞的情况 知道了 知道了 妈的 都跟我玩脚踏两条船的游戏 将来不吃了把我当她送给高云飞的点心 当了点心也就罢了 就怕最后连个全尸都没有 怎么说话呢 最多我去找高云飞说个明白 带人灭了姓吴的 别别别别 大少爷 你弟弟什么脾气你最清楚不过了 你可别有一点儿侥幸心理 要让他知道你背叛他 那你肯定死得很惨 你总得想想顾先生吧 还有我 那要是不找吴月白合作 那找谁啊 那我总不能找孙中山举报去吧 这匿名举报 倒也不是为一种办法 不过首先要考虑合作的问题 大少爷 你有没有想过直接去找他们的庄主啊 罗秋燕 老实说 我不想跟你们高家打任何的交道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 去找吴叔叔吧 如果你的吴叔叔能解决 那我就不来找你了 什么意思 如果我说我们家阿弟和吴月白有某种默契 你信还是不信 你有什么证据啊 证据吗我暂时没有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人证物证都有 吴月白无敬妃父子背着你搞了一支商团军 就在城外滇军军营附金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提醒 你不介意 行了 我还有事情 如果你的话都说完了 你就请回吧 罗秋燕 你撑着吧 我知道 你很难接受这一事实 但我既然来了 自有我的说法道理 现在我阿弟热衷于走私买卖 这势必要对你们名门正派产生威胁 你们早做打算吧 grandi缀 断死到了 拭死了 portal 这老鼠中高啊 来来来 小姐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阿报生是罗家的人 死是罗家的鬼 好 阿报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今天说的一切 都把它忘了吧 还有 你去帮我收拾一下东西 嗯 吴叔叔 他是我的长辈 我一定不会和他反不成仇的 阿报 出远门要带的东西 该带上的都带上吧 嗯 高老板 真是了不起啊 这次呢 给你表现的机会 你把握得不错 也给我们广州商团争了口气 我堂兄 再三叫我向你表示感谢呀 其实这次快刀斩乱麻 也是有运气的成分 付出了不少代价 你知道方士换那个王八蛋 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钱是不会让你白花的 你去九江的路上 我堂兄就通过麦克和香港的南利洋行谈妥了 购买九千支长短枪 还有三百万发子弹 合同都已经签了 真的 请坐 请 不过 这笔交易啊 牵扯到一大笔钱款 我正为这事犯程呢 那么需要多少呢 足有百万之据 到目前为止 还需要一半 那么请你去转告你的堂兄 我高云飞愿意以金矿的收益 鼎力相助 好啊 高老板真是个爽快人啊 等新武器一到 我们就优先提供给你们 好 但是有一点我还不放心 这批武器 袁帅府会坐视不管吗 这个 当然要申请枪械许可证了 这个你放心 我会通过一些上层关系来搞定 好 只要通过正规渠道 应该说没问题 不过这样一来的话 又得增加一批开销啊 开销不是问题 如果你这里需要 直接让人去找我就行了 只要这批武器 装备到商团里 那我们就拥有一只惊天动地的礼 所有的渠道我都理清了 而且增加了负责人 这是这几天的账目 你看一下 好啊 真是没想到 那么短的时间 你把账目理得那么好 而且管理得很清晰 大哥 你看看你请的那些人 做了这么多年 还不如他做几个礼拜呢 好啊 以后让向老板管就是了嘛 你大哥充其量 不过是个带兵的武夫 事管得越少越好 行啊 那以后商团的事 你就多操心了 好 小茶壶 这边的事 你要多帮帮我了 但是有一点 这个账是做的漂亮 但是账上得有钱呢 你得催促矿上那边 加大开采力度 我需要在短时间里 在账上多出五十万大洋 你能做到吗 放心吧 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大的动作 而且这种动作会超越你们的防备 谢谢您的提醒 关于高云飞走私鸦片和黄金的事 是不是越来越变本加厉了 现在他们有滇军和于兰星的帮助 广州的这些生意全在他们手上了 这些违法乱纪的事 必须得到及时的制止 高云飞的性格你应该知道 他做事很谨慎 很少露出马脚来 所以军政府抓不到任何的证据 很难定他的罪 现在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了 那些银员和鸦片 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 云南开金矿的事情 要记住 开矿是需要钱的 他现在缺少资金 所以他一定会在走私上 兑现更多的现金 我们不如先把那些人给放了 然后再把他们给抓回来 怎么行动呢 那个 那个叫欲擒故纵 看来你现在学会不少东西 不是我学会的 是以前我在跟云飞少爷的时候 好那不提他了 对了 我现在想 以后等他交易的时候 他总会露出马脚 我们抓住他的把柄 再定他的罪 你这样的考虑非常周到 我会把他大量筹钱的事情 向上级汇报的 关于他走私的渠道 你能不能弄点资料 你问我就问对人了 我有玉兰瓷庄上下酒堂 所有交易的流水单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但事实上 这些都是他们走私的证据 太好了 那来给我看看 好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呢 姐 你有没有看到 我有一封信掉在你这儿了 有没有 没有 你真的没有看到过吗 姐 其实我和你一样 一样报仇心切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必须听我的 为了找到机会 要耐心等待 要不然的话 我们会前功尽弃的 真的没看到吗 等等 你自己要小心啊 你放心 我会的 高老板从九江凯旋而归 我还一直没有为你接过风呢 吟非有今天的局面 岳白兄可是出了不少力啊 那还是你高老板的能力强嘛 要不然商会那个陈老板 会那么器重你啊 至于那批武器 他已经跟我说了 好 那我今天就一并恭贺吧 其实八字还没一撇呢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过 我总是觉得 事在人为嘛 而且现在天时地利人和 正好是壮大势力的时候 我想好好地干一番 不过 我还是那句话 还是要请月白兄 好好出出力啊 谁不知道你高老板 现在是兵强马壮啊 出力的人还会少吗 我有什么人 我的人最多是两个 一个是我大哥 一个是我内地 两个人都是有缺陷的 令兄的缺陷 我们就不要多说了 至于你那个内地小茶壶 那谁都知道 他可是个人精啊 这个人精我还是一言难尽呢 他跟我之间有点隔阂 想必月白兄也是知道的 不过最近还好 他想通了一点 他现在觉得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目前还姑且用用他 他对你而言可不是姑且用着 而是用处还不小呢 至于这个小茶壶 他爱财还是爱什么 我倒还是要提醒你高老板 留个心眼 毕竟人心隔肚皮啊 难道 月白兄 又听说什么消息了 那倒没有 不过 我也算月人无数 还是有点眼光的 月白兄一定是具备眼光的 我只是盼望着月白兄早一点过来 我们能一起合作 好让我高云飞也能够早一点 过几天消息的日子 放心吧 你的邀请我一定考虑 那个小茶壶我们也可以用 但是至于商会那个陈老板 你可别忘了 他和黄埔军校的关系 可非同一般 我们还不得不防 好 来 来 感谢月白兄提醒 堂堂一个庄主 在这里等一个小茶壶 我问你 高云飞跟吴月白父子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只知道 这一个是你的叔叔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靖飞哥哥 我没跟你开玩笑 好吧 我说真的 我一点都不知道 不过 我可以帮你打听 你打听完了 尽快告诉我 万万 如果这事情是真的话 你会想做 我也不知道 也许这广州城 真不是我该待的地方 混账 我每支枪交给他五十大样的佣金 那我要是近一万支枪 就要交给他五十万大样的佣金了 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敲诈 阿弟啊 小不忍则乱大 这笔钱是省不得的 现在都在等枪呢 陈会长说 找他堂兄 让他去找找 约翰铁路的那个许参谋 从中周旋周旋 听说那个许参谋 在孙中山那说话 还是有点分量的 那位许参谋 不会白出力吧 你看看 每一个衙门都要层层剥皮 我们能不成立商船吗 来 喝茶 谢谢你这么晚了 还来告诉我这件事 如果真的像高云飞所说的 许参谋也参与其中 那事情就难办了 因为他们俩兄弟 跟保罗挺都很熟 要是这样的话 我该怎么去汇报呢 那不如啊 不要去汇报 你的意思是 我答应过黄师傅的 我不找高云飞拼命 所以我会用自己的方式 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我为什么跟他合伙 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 先放人后抓人 这应该叫做 欲擒故纵 其实你放心吧 我不再是过去的小杀狐了 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鲁莽了 你的这些想法 跟你的姐姐沟通过吗 我跟她说过 但我没有把我所有的想法告诉她 我是江江的男人 我姐姐身体不好 我不想让她承受更多的痛苦 话是这样说 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姐姐和高云飞毕竟是夫妻 在爱恨情仇之中 你姐姐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想 根本不用去考虑 一定是复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睡不着 你是在找玉霄吧 我看你到处乱放 怕你把它砸碎了 就把它放在枕头下面 但是这么晚了 还是不要吹了吧 我没想吹消 我要去喝水 难怪你拿着拐杖呢 我去叫安安 不用了 我自己来 你别以为你的腿稍微好了一点 就到处乱跑 医生说了 这个病会反复的 我没病 有时候我看你拿着这根拐杖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这根拐杖在你手里是一把剑的话 你会刺伤我吗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不管你刺伤我还是杀死我 我都感觉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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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那一年 海涛依旧 那一年 淡了乡愁 灿路头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走 欲欲欢休 那一杯 那一杯 ฉ不信 那一杯 賛罢感酒 等不及 air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泊 who'm sick 苦水难受 放不下的海淌依旧 到无尽的疏远情愁 要说从头 苦水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